第1009章 阿博文号 下 阿博文号曾经数次遭受美国鱼雷或者炮弹的袭击,都没有什么大的损伤,但是这一次被鱼雷袭击之后,仅仅用了短短的三分钟,就沉默在大海之中,不能不让人感到疑惑。 后来曾经有人分析,是阿博文号上面装备了大量的军用炸药,鱼雷只是个导火索,不过事实真相如何,都随着这艘万端巨轮沉入到海底,而变得扑朔迷离起来。 但有一点是被公认的,那就是在阿博文号上装载了大量的珍贵货物,已经被证实了的有40吨黄金,40箱左右的从东南亚以及中国掠夺的珠宝和文物。 另外,还有大批的工业钻石,12吨白金,3000吨锡顶,3000吨象球,以及数千吨的大米。 即使放在今天,这些货物的价值也是高得令人咋舌,几乎难以估量。 后来,西方国家提供了阿博文号驶离新加坡时的摄像资料,上面显示的画面表明,阿博文号船在码头上装载了数吨的黄金,全部都撞入到铁箱里,有日本军人诸箱健康上船,还有许多极其珍贵的文物,这也坐视了阿博文号上的惊天财富。 由于阿博文号沉没在我国的领海内,根据国际海洋法规定,阿博文号沉船属于中国主权所有,任何国家和个人未经中国政府的批准,都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内打捞作业,只有中国政府才有权对阿博文号进行打捞。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一段时间内,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法国等许多的西方大国,纷纷向我国政府提出前来打捞,或者与我国联合打捞的要求。 不过,当时中国拒绝了这些请求,并于1977年5月初,交通部与海军共同成立了打捞作业现场指挥部。 有关部门对外发布消息和航行警告,宣布在牛山海域打捞阿博文沉船。 这一消息惊动了全世界,因为很多国家认为,中国根本没有能力进行打捞阿博文。 但是事实证明,经过数千名军人以及工作人员两年多的艰苦工作,大部分的船体还是被打捞了上来。 当时在沉船上捞起西定、橡胶、水银、泥潭、云母、光化玻璃等物丝,共5418吨,总价值5000多万元人民币。 另外,海大捞起日本人的事故368具,由中国上海市红十字会交还给日本红十字会。 但是,船上最为贵重的黄金、白金以及钻石却是不见踪影。 另外,在摄影资料里显示的珍贵文物也没能打捞出来。 数十年来,这笔财富的下落成为了一个谜团。 虽然有不少人和机构,甚至盗墓团伙,用各种名义在这片海域进行过打捞,但是始终都没能有所发现。 真正的是尸臣大海不知所踪。 老师,当时那些黄金真的没有被打捞上来吗? 庄瑞也熟知这段历史,不过他始终在心里怀疑,是不是由于那会儿特定的政治因素,打捞上来的这些东西并没有向外宣布呢? 那次打捞从始至终我都参与了,并没有发现黄金啊。 孟教授的眼神有点迷离,似乎在回忆着三十多年前的那次打捞行动,嘴里接着说道, 其实那次打捞工作并不完整,当时的深险技术和深水处理两大技术都不过关。 按照那会儿的勘测,大约有一万多立方米的淤泥,掩埋着金户、驾驶台、客房,及船员舱室和机舱。 潜水员根本就无法到达那些位置。 孟教授当时是对那次所谓的打捞成功,保持着怀疑态度的,并且曾经上书质疑过。 但是,在那个刚刚拨乱反征的特殊年代,孟教授很不幸运地又被戴上了顶大帽子,还被投到秦城的监狱审查了一年多。 所以,刚才在听到要重启阿博文号打捞的事情,孟教授的脸色不这么好看。 不过,老人的心胸还算豁达,而且事情已经过了三十多年,并没有继续纠缠下去。 孟教授说得对,当时由于技术原因,没能彻底地将阿博文号打捞上来。 不过现在,阿博文号打捞工作曾存在的技术问题已经获得解决了。 经过我们交通部的努力,国家也批准了此次打捞。 经过我们的研究和上级领导的批准,决定此次打捞由孟教授担任总指挥。 于副部长虽然当年没参与到打捞工作里,但是对于孟教授身上所发生的事情还是知晓的。 当下出言解释了一番,而这总指挥的职务,也无不由安抚孟教授的意思在里面。 哎,于副部长,我有个疑问。 庄瑞听着听着,感觉不大对劲。 张口说道,按照于副部长的话说,此次打捞行动是国家行为,那和我没什么关系啊,找我来干嘛呢? 不是庄瑞同学的觉悟低,实在是他那豪华打捞船一天出海,那等于是花花的往外扔钱啊。 这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事情,庄瑞才不干呢。 而且,国家又不是没钱,但是这些公务员一年吃喝的钱,都要花费数百上千亿。 别说打捞一搜阿博文号了,就是打捞上来十搜都没问题。 小抓,这种思想,咳咳咳。 于副部长听到庄瑞的话后,就本能地拿起了官墙。 只是话说到一半,才想起别人压根就不是体制内的人,自己和他说这话,根本就不对路。 而且,庄瑞也不是个普通商人,只要庄瑞不犯法,想在别的地方拿捏庄瑞。 与副部长既没这个胆子,也没这个能力。 没看到,这不过是打漏沉船的一件小事,就让欧阳磊亲自跑来了吗? 呃,是这样的。 小庄,你也知道,福建海域的地理环境不是很好,尤其是现在九十月份。 正是台风季节。 这打漏船的吨位要是小了,肯定不行啊。 于副部长摆出一副和庄瑞长谈的家事,接着说道, 咱们国家没有这么大吨位的打漏船,如果临时打造的话,最少要花费一两年的时间啊, 而且要耗费国家的大笔资金啊。 而小庄,你正好有这么一艘船,我们就想着,大家还是可以合作一下的吗? 本来按照部里的规定,是准备足剑甚至免费使用庄瑞这艘豪华打漏船的。 不过,副部长见到庄瑞似乎不是那么好说话,加上欧阳磊的突如其来,这才临时用了合作这么个字眼。 合作?嗯,这个办法不错,其实早就该同民间进行合作,通过商业引作,自筹资金,风险自担,国家批准,利润分成的形式,完成这个工作。 我以前曾经向相关部门提交过这个建议,不过,孟教授听到副部长的话后,连连点头表示了赞同。 由于福建海域环境复杂,海底淤泥深厚,谁都不敢保证打漏一定能成功。 用孟教授所说的这种合作方式进行打捞,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损失,压低风险。 这,这,孟教授说的是,于福部长听到孟教授的话后,确实哑巴吃黄连,忧苦说不出。 按照他们原先的思路,这事就是交通部外加海军协作就给办下来的,根本就没想过让民间参与。 只是孟教授的建议一说出来,他要是否决了的话,恐怕庄瑞也不会买账。 这会儿,于福部长颇有点骑虎难下的感觉。 本来是想着借助庄瑞此次打捞出宋代沉船的机会,再将影响更大的阿伯恩号沉船宝藏打捞出来,加重一下交通部的工作成绩。 却没想到,这事态有点不受他的主导了。 于福部长,就按老师说的办法,具体的事宜可以找我的律师谈。 庄瑞也看出了一点于福部长的用心,老师给自个儿搭了梯子,他当然要顺着往上爬了,存心就想让交通部吃个哑巴亏。 呃,小庄,这事儿我还要回部里开会再研究一下,具体如何合作,到时候我再联系你吧。 国家和民间合作打捞沉船的事情,以前还真没发生过。 于福部长此刻,也不敢大包大揽地答应下来。 要知道,有时候,不出成绩是为无辜,但是捅了娄子,那麻烦可就大了。 不过官场中人最擅长的就是托子决。 于福部长更是精通此道,他想先把这事儿给托住,至于以后办不办,那还有待研究。 行了,那就这么说吧,我还有个会就先告辞了。 一直坐在旁边没有说话的欧阳磊站起身来,和孟教授等人握了手之后,走到门口的时候,回过头来,看向于福部长说道。 于福部长,干工作,有时候要放宽思路,这合作也不是不能接受的事情吗? 最好尽快地落实下来,到时候,海军方面会尽全力协助的。 欧阳磊对于官场里的道道,自然是十分清楚。 看出福部长想托的意思,在临走的时候,又帮了庄瑞一把,点了福部长一句。 他这句话的分量可是不轻的。 放心吧,欧阳宗长,我回去之后,马上建议召开部里的常委会议,商议研究一下,给这次合作打捞定个基调。 于福部长此刻是蛮心的苦涩,他敢托庄瑞,却是不敢糊弄欧阳磊。 看来,这和民间合作打捞成传的第一个先例,就要在他们这一案上发生了。 欧阳磊走后,于副部长也坐不住了,和庄瑞与孟教授打了个招呼之后,匆匆地离开了。 想必是回不底商讨,如何解决此次打捞事件了。 老师,这次的事情您怎么看呢?学生是参与还是不参与呢? 说老实话,庄瑞对和国家相关部门的合作并不怎么感兴趣。 有这功夫,他还不如去大西洋转有几圈呢? 那里打捞上来的物件可是权归庄瑞所有。 而如果参与此次国内打捞,事实明白着的,如果将黄金白金以及那15万克拉未经加工的钻石打捞上来,指定是归国家所有,他最多就是受点什么表彰。 不过孟教授是当年参与阿宝文号打捞的见证者,庄瑞想听取一下老人的意见。 而且,他心中有个疑问,也要请教一下老师。 能力越大,责任越大。 小庄,虽然国内很多部门都有这样那样很多的毛病,但是你只要按照自己的本心去做,对得起这十多亿老百姓就行了。 孟教授就是一个纯粹的学者,也不是很看得惯那些官僚作风,今天的事情尤其让他不舒服。 因为在来之前还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,刘院长告诉他,前几个月申请的一笔200万的科研经费批下来了。 听到这个消息,孟教授原本是很高兴的,但是来到这里之后才知道,甘亲领导批了那批经费,是怕自个儿三十多年前因为阿博文号打捞事件做过捞,心里有阴影,而不愿意参与此次打捞,做出的补偿。 艺术、科学以及历史,这都是无法用金钱来弥补的。 那位刘院长的做法,让老教授的心里像是吃了苍蝇一般恶心。 当年落井下石的人里面,就有这家伙。 不过,这如何合作倒是可以好好地商量一下。 小庄,那些金银钻石之类的物件你也不缺,就让给他们好了。 只是你拿博物馆,好像东西还不是很多吧。 孟教授说话的时候,向庄瑞眨了眨眼睛,脸上满是笑意。 好,老师,他们能同意吗? 庄瑞眨明白孟教授的意思,既然是合作打捞,自己这一方自然是要有好处的。 钱财给了国家,那么在船上遗失的文物里,就可以动动脑筋了。 不过,按照以前的记载和上次打捞出水的一些物件来看,那些遗失的文物,很有可能就是当时从满洲国丢失的文物。 也就是溥仪当年从故宫里带出去的,这可都是国家一级珍贵文物。 国家方面不见得能答应自己的要求。 不同意?留着给那些官僚们糟蹋吗?留着放在故宫里面腐朽吗? 听到庄瑞提出这个问题,孟教授的声音忽然抬高了几度,脸上有种愤慨的身形。 老师,怎么了? 庄瑞有些不解,不知道自己的哪句话,引起了老师的不高兴。 这事儿和你没关系,我前段时间出于研究需要,想从故宫里调出来前段时间,刘秀牧出土的一个人物陶冠。 可是,可是没成想,东西居然被毁坏了。 孟教授是越说越生气,那个陶冠怎么着,也能算得上是国家二级保护文物了。 但是,在被损毁之后,一没有上报,二没有进行修复,而是在故宫的内部给隐瞒了下来。 如果不是孟教授的研究需要,偶然发现了陶冠的损毁,恐怕这件事情永远都不会被世人所知道,就连行内的人都无从知晓。 对于这样的官僚机构,孟教授实在是忍无可忍了,所以,他不想看到阿博文号如果真的出现什么珍贵文物,又被故宫的那些官僚们给糟蹋了。 好的,老师,关于文物这一点,我一定会坚持的。 庄瑞听到这件事之后,也是被气得不轻。 作为一个文物监管部门,不能妥善地保存祖宗遗留下来的珍贵历史文物,而且,在被损毁后,还相互推诿责任。 这样的部门,真的是不能让庄瑞放心。 妈的,以后再不和故宫搞交换斩品的事情了,太不靠谱了。 听完孟教授的讲述,庄瑞心里还有点后怕呢。 上次答应金胖子和故宫博物馆交换斩品的事情,幸亏没有出什么意外。 要不然,自己那些宝贝疙瘩被损毁或者丢失了,那自个儿还不心疼死。 孟教授的脸色缓和了下来,用手指着庄瑞说道。 呃,有些人要政绩,对于这些不能吃喝的东西不会太重视,应该可以谈下来的。 不过,可是便宜了你呀。 老师,您是参加过第一次打牢的,阿博文号上究竟有什么文物? 给学生说说吧。 我可是听说当年的北京人头盖骨就在阿博文号上的。 这到底是真是假? 从刚才由于副部长口中听到阿博文号的名字之后,庄瑞的心里就一直存在着这个疑问,已经憋了好半天了。 你小子啊,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。 孟教授文言笑了起来,沉思了一会儿之后,才开口说道。 小庄,你对北京人头盖骨了解多少啊? 孟教授道不是想考验庄瑞,而是北京人头盖骨牵扯了一段很复杂的历史。 如果不了解当时的情况,根本无法做出推断。 老师,我了解的东西都是从课本上看到的,另外还有一些小道消息,做不得准的。 庄瑞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,北京人头盖骨对于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意义更大于考古学家。 所以,他当时看到相关的报道时,只是作为故事来看的。 不过出于专业的敏感,庄瑞还是记住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 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,中国科学家在周口店发现了属于早期人类的两颗牙齿。 同年十月,北京科学界报道这一重要发现时,立即轰动了国内外。 其后,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协和医院联合起来,对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工作。 当时出冬的一天,青年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在发掘的过程中,突然看到一个小洞。 洞口的裂系窄得只容一个人出入。 为了探明虚实,裴文中孤身一人进入到了山洞里,意外地发现,在洞中有很多的动物化石。 经过一天的发掘,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终于出现了。 当时,天色已经黑了。 但是,条灯坚持挖掘的裴文中,发现了一个圆人的头盖骨。 当时,这头盖骨的一半还在土里。 经过小心细致的挖掘,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终于完全出土了。 当时裴文中亲自坐着汽车,用他自己的两床被子和褥子, 帓子,包着这西式珍宝,护送到了城里。 1936年的时候,贾兰坡又先后在圆人洞,发现了三个北京圆人头盖骨化石。 前后一共出土,头盖骨六具,头骨碎片十二件, 虾盒骨十五件,牙齿一百五十七枚,即断裂的骨骨,心骨等等。 分属于四十多个男女老幼个体。 北京人遗址及化石的发现,是世界古人类学研究史上的大事。 迄今为止,还没有哪一个古人类遗址,像周口殿北京人遗址这样, 拥有如此众多的古人类、古文化、古动物化石和其他资料。 北京人化石就此称为世界科学界众所瞩目的西式贵宝。 虽然不是最早的人类,但作为从圆到人的中间环节的代表, 被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、最动人的发现。 因此,北京人头盖骨的珍贵可想而知。 但是,也正是由于这样,他也成为一些投机上和国际主义者所寄予的对象。 裴文中等发掘出来的五个北京人头盖骨和一匹化石, 在抗日战争期间,竟奇怪地失踪了。 1941年的时候,日美的关系日趋紧张。 在当时被日军占领了北平,日军开始占领中立国美国驻北平的一些机构。 存放和保管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北京协和医院虽属于美国财产, 但当时也难以幸免。 在这种情况下,新生代研究室决定, 为北京人化石找一个更为安全的存放地点。 由于在合作挖掘化石时,中美签订了合同规定, 在周口店发掘的所有化石都是中国财产,禁止运送出境。 所以,当时美国公使馆的人拒绝接收。 后经国民政府协调, 远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同意并授权。 驻北平的美国公使馆才接收这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, 并准备将其安全地运往美国保存。 1941年12月5日凌晨, 一列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驶出北平, 按计划列车到青荒岛后, 化石运到哈利逊总统号轮船, 然后运往美国。 只是很不幸的是, 就在海军陆战队准备启程回美国的时候, 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, 太平洋战争有此爆发, 日军迅速地占领了美国在华的机构, 为海军陆战队在秦荒岛的兵营也被日本侵占, 北京人头盖骨不见了踪迹。 这件事情成为震惊世界的失去案, 半戈多世纪以来, 人们继续寻找着。 在1998年, 北京人之父蒋兰坡曾经联合其他十余名院士, 发起世纪末的大寻找, 但最后, 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, 至今仍无结果。